跟着爷爷奶奶一起手做凤梨酥 冷冷过小孩子与社区长辈一起共学 母亲节前夕制作甜点 传递暖暖的温情 很高兴这次能参加感恩母亲节的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参加了做凤梨酥的 还有凤茶活动 第一次参加做凤梨酥 上次做粽子也觉得很好玩 这次的活动非常有趣 可以让我了解凤梨酥的做法 我也要谢谢我的母亲每天辛苦的 载我来上学下课 今天的活动最主要是 长辈们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做凤梨酥 透过这个长幼共学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也让孩子们学会说 怎么去表达对我们长辈的一个敬爱 表达对长辈的敬爱 还有凤茶活动 孩子们也帮爷爷奶奶垂背舒缓疲劳 好棒好棒哦 很舒服哦 很舒服啊 不错不错很好 露出灿烂的笑容 感谢孩子们的贴心 金融市自然生态文化发展协会还带来活力演出 让爷爷奶奶活若筋骨 第一个我们做凤梨酥 第二个活动是凤茶 希望小朋友能知道这个凤茶的意义 还有第三个我们做书签 来庆祝我们的母亲节 前来参与活动的市议员张肯辉 给予活动满满的肯定与祝福 我就是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也是在我们长期自然生态 每次有母亲节他都一定会办活动 祝我们天下所有的伟大妈妈 家节快乐永远身体健康美丽 祝福天下的妈妈们 小朋友与长辈一起拿着凤梨酥 献上满满的祝福 母亲节快乐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